我覺得還蠻開心就是來到這個劇組 我覺得很感動耶 首先這個家的感覺或是辦公室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溫暖 因為我覺得 欸 既然沒有屋頂這件事情你知道 我以前就是我們打開上面就是很多燈 真的 我這樣久了都會職業傷害 就是我朋友常常跟我說 吳天馨同學你可不可以睜開眼睛演戲這樣子 不是 我不睜開是因為太刺了 但是來這邊就覺得 真的就是好像在家裡面走動 或辦公室啊什麼什麼 甚至電腦啊 都已經幫你接好遊戲啦什麼 就是你知道在等戲的時候 對 都還可以這樣 就一切都卡拉OK對不對 對 是真的可以看電視 然後上個 然後廚房真的可以組成 來這邊拍戲就覺得很溫暖 覺得不會累 合作來講都是第一次合作 對 包括我連學長 我們都是第一次合作 對 剛剛小褲燕也能看到場景的時候 也是覺得嚇一跳 後面是後面有人在啊 欸 這樣叫什麼 對 可是你們景不是一樣的嗎 一樣嗎 沒有屋頂啊 沒有啦 沒有屋頂嗎 沒有屋頂啊 沒有屋頂啊 沒有屋頂是可拆式的 我家有 我家有 是嗎 還是要點播屋頂放給你們唱一下 沒有我家的客廳大概是你們兩個景加起來 好 沒有屋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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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屋頂啊 真的啊 所以還好而已啦 怎麼樣做兩趟太留不下了 厲害厲害 那今天是接力啊 那八年檔的部分有沒有要特別傳授 現在拍話劇的經驗跟一些小配合 接下來要上檔的 前輩 對 前輩 就意思是說你們的下場好嗎 拍戲對 剛才他們跟我們也好了 說就是你知道 拍戲很開心啊 你知道我知道 對 說說 本來說我們不能 就不能說我們沒有睡覺 就是 當然沒有睡覺就表示我戲份很重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每天睡十個小時 那我就反而要擔心咧 你知道嗎 你說撇步嗎 就傳說要住一個地方 就是認命啊 叫你起床就起床啊 就是沒有什麼撇步吧 因為常常我們真的就是四五點 然後才決定今天要幾點拍 然後反正就認命啊 助理打電話給你就趕快起床 趕快刷牙 不要想太多 然後就是每一天 我覺得有一個蠻好的 就是因為我們大家感情也是 劇組感情都很好 然後我們常常就是覺得很累啊 或是很辛苦的時候 我們就會一起禱告 一起祝福今天 然後就會覺得 很有力量 其實吻戲對我來講 我是真的已經 時空見慣 已經就麻...真的是麻痺 對於我來說 吻戲 沒什麼激情 純粹就是在做一個表演 欸你真的很沒禮貌 你這樣女主角就在你眼前 沒有我要先講完先講完先講完 就是說 因為 導演跟我講說他需要什麼樣的感覺 我就給他什麼樣的view 比如說他要激情一點 我就知道要咬嘴唇 比如說他說 他說要...可能要... 嘖 他沒有這樣要求 他沒有這樣要求 他說可能需要 有一些比較 嗯...浪漫 浪漫一點 我就知道 藕斷絲連一點 這樣 所以 我那時候 所以那天導演到底跟你講了什麼 他就是 他就是 對 我反而不知道該怎麼做 所以我問瑤瑤嗎 我說 還是會尊重他一下 因為女生 我問他說 那你覺得不OK 你覺得OK 我們就這樣做 你覺得不OK 你馬上講 我們就不要拍 所以 重點要問他 不要問我 我習慣 問我嗎 有點到中垂線嗎 扁桃線 沒有 沒有那麼誇張 但 我還蠻緊張 是真的 因為我是第一次拍 就是 算熱文吧 那天算吧 對 就之前除了跟佩旭哥碰一下嘴巴 然後這次真的 就是來真的親 這樣子 還蠻緊張的 我也很緊張啊 可是我親完當下的一個感覺就是 你可不可以刮鬍子啊 你知道我這邊 都破皮了 我是為戲來的 就是 那天是真的要很憔悴 所以我想鬍子就不要刮好了 對 到晚上了嘛 而且那天拍很晚 所以沒有 對啦 就這樣 不好意思啊 今天晚上依然是他們兩個有爆點嘛 對不對 哇 然後可是因為 還有爆點 你們兩個啊 今天要播啊 今天要播啊 會播啦 然後就是因為接下來 好像又不能講太多 總而言之我們今天會拍那個 新娘服的 就是有要穿婚紗 但是具體是為什麼 我現在還沒看到劇本 我也不知道到底會不會結 反正就是有一些爆點在慢慢 後面會慢慢出現 你知道一切都是配合宣傳嘛 對啊 這樣子 好配合喔 那之前微博也發過了 其實對啊 不是他們所說的 那 關於人生的大事呢 我不會偷偷摸摸的 因為我覺得愛情不是一個 應該隱瞞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一切都順其自然 對啊 我只能說我現在很幸福 然後一切都是感謝上帝 OK 謝謝 謝謝